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我是紫桥带您一起来看新闻 富士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日前在美国白宫宣布 将在威斯康星州投资100亿美元设厂 目前富士康在大陆雇佣约100万名员工 对此有媒体担心富士康响应美国制造 会影响大陆员工的就业机会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27号对此进行了回应 马小光在应讯时表示 据了解富士康集团今年以来继续在大陆扩大投资 原有企业未受影响 马小光说广大台商普遍认为 大陆经济发展长期向好 台资企业发展前景广阔 同时我们支持台资企业在大陆扎根发展的态度 是一贯的明确的将继续采取积极措施 为台资企业在大陆发展营造有利环境 而对于郭台铭在美国投资 前国民党金明代邱毅表示 企业纷纷出走 然而蔡英文和他的途中仍不知死活 继续鼓动民粹搞斗争 岛内学者称 郭台铭之后 台速台积电一连等大企业跟进 再加上斗争军工教以后消费市场萎缩 企业集体出走产业空洞化 台湾高失业低工资的冰河期即将来临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湾媒体 今天还有哪些方面的观察和评论 我们来联系一下本台的 驻台新闻观察员陈贺南 贺南 现在把时间交给你 好 紫乔 我们要来补充一下前面 关于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 郭台铭投资美国的消息 前面的新闻 只是简单的陈述了一下部分的岛内学者的表态 可能很多朋友都有点搞不清楚 为什么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对于美国的这笔投资就成为了焦点新闻 当然100亿美元 对于岛内来说货币换算完了以后 叫3000亿新台币 投资的数额上确实足够的吸引眼球 还包括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高度重视 选择在白宫带领着副总统 还有众议院议长等政界要学 亲自的召开记者会 那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新闻元素 但是对于台湾岛内来说 舆论呈现出的是一片几乎全面炸裂的情况 我们细细说来 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 今天台湾联合报在他的黑白级专栏上面发表的一篇文章 一句话道明了郭台铭对于台湾的意义 标题就是台湾之子郭董出走 文章说到100亿美元的投资是何等的风光 但若是这笔钱投资在台湾 还有多好 可是凭什么 台湾企业大手笔的向外投资布局全球 然而反观台湾若以所谓的国际化竞争力而言 台湾似乎正处在于一种叫私人独憔悴的困境 外资不愿意进来 本土的企业也不愿意加码投资 这一切都是谁的问题呢 报纸没有凭空的喊话 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 在去年的时候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面对岛内经济的困局 把台湾指标性企业远东集团总裁徐旭东叫到了办公室 二话不说 就要远东集团你掏钱善尽社会责任 接着再到了民进党蔡英文当局是不顾岛内各家企业 或是卑微谨言或是决绝放话的态度去力推了一粒一休 在几件事下来之后 曾经经历过风风雨雨的岛内企业家们的心早已经是凉透了 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一直以来都是台湾人的偶像 白手起家的他成就的是这块土地的梦想 在十几年前开始腾飞的台湾鸿海集团 最终还是选择把总部留在了台湾 也是在那个时候 为了感谢郭台铭把根留在台湾 大家送给了郭董台湾之子的称号 而如今台湾之子都选择要出走了 岛内的经济处境可想而知 鸿海集团从去年开始提出了投资美国的飞银计划 一共只用了不到九个月的时间 飞银展翅 投资签约 美国人能够给力 台湾人能给什么呢 郭台铭不止一次的怒斥过台湾方面的效率差 试想一下在岛内100亿美元的投资会面对怎样的局面呢 政治生态上的相互牵制 环境评估上的矿日持久电力资源的严重不足 这样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有人愿意拿钱出来去驳一个看不见的未来呢 企业是非常现实的 当美国人能给出足够的利益的时候 让郭董的鸿海能踏上一个全新的阶段的时候 任何一个要面向世界的企业都不会停下脚步去等待 或许几十年前的台湾代表的是一个活跃的 有着积极上升空间的经济体 而如今的台湾绝不是一个让人能够把根留住的地方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在台北的一些关注和梳理 接下来把时间还给福州影博士 紫乔 好的 谢谢河南 好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据台湾媒体报道 自19号起举办的东吴大学西城讲堂 邀请来自大陆等地区的21所学校 近200名学生参与暑期研习 26号 东吴大学邀请前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演讲 马英九强调 所谓的台独不可行也不必要 而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很重要 希望同学们未来能成为两和平交流的使者 推进两岸关系的发展 据报道 马英九在演讲时说 必须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稳健的处理和发展两岸关系 他更表示 两岸地理相邻 血缘相同 文化相近 经贸相通 对两岸发展前景很是乐观 台下同学踊跃提问 有同学提问指出 在台北街头 为何垃圾桶的数量不多 马英九表示 他担任台北市长期间 推动垃圾费随贷征收 成功让垃圾减量 他更笑谈 家中也不会有剩饭菜 太太都会开玩笑表示 喂猪不如喂马 逼自己吃完 对答之中 马英九重申 所谓台湾独立 不可行也不必要 更强调 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很重要 希望同学们未来能够成为 两岸和平交流的使者 推进两岸关系的发展 据台湾媒体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后 美国方面和台湾方面 26号首次在台北举行贸易对话 美方高度关系对台贸易逆差 以及台湾开放美猪美牛进口 投资透明化等议题 台湾方面则是响应 美对台服务贸易顺差达42亿美元 期盼美方整体考虑台湾方面 与美国的产业互补性 以及整体的贸易结构 据报道 这次所谓台美贸易对话 定位为技术性会谈 不触及政策性决定 但双方仍会就关切议题表示意见 外界也关切特朗普上任后 所谓的台美经贸关系 是否有所变动 据了解 在26号的会谈上 美方提出包括台湾开放 含莱克多巴胺及瘦肉精美猪进口 开放30月零以上美牛及内脏进口 投资透明化 药品及医疗器材等议题 多为延续去年所谓台美贸易 及投资架构协议中的议题 为美国对台贸易逆差议题 是特朗普上任后 台湾方面与美国方面新产生的议题 对此 民进党及明代黄国书表示 面对贸易谈判 台当局将面临艰巨新课题 尤其是美猪议题 过去民进党是所谓在野党 其主张与现在上台后 结构性问题不同 绝对会非常棘手 上台后 民进党要考量的不只是价值问题 还有贸易问题 以及台湾产业问题 行政单位一定会拿出最好做法 台湾方面当天也向美方说明 美方关切对台贸易逆差133亿美元 这仅仅只是货品贸易 美方应考虑 整体双方的贸易上有服务业 及制裁权权利金 去年美对台服务业贸易顺差 有42亿美元 且美方最在意的农业议题 去年美对台农产品顺差 也有30亿美元 台湾方面强调 所谓台美贸易结构健全且互补 虽然美国对台有货品贸易逆差 但金额较小 此为台美产业结构正向发展的结果 就在所谓台美贸易对话展开 岛内舆论担忧台当局 是否会以美珠进口为筹码 有下一步动作时 美国侵台势力也有新动作 继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以及众议院日前通过 支持美军舰停靠台湾港口的法案后 又由美国参议员抛出所谓台湾安全法案 该法要求美国军舰经常性造访高雄 和台湾其他适合的港口 台湾海军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同意下 访问夏威夷和关岛等适合的港口 同时要求美国国防部长 邀请台湾参与2018年的环泰军演 以及强调空对空作战的红旗军演 另外还就军售问题鼓动重新建立 所谓美台年度战略对话等等 事实上有关美国方面邀请台湾参加环泰军演 并不是第一次提出 对此日本外交学者杂志此前有分析提到 这样的邀请只不过是美国国会对台湾的哄骗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外事部门27号表示 未将有限预算资源以及人力配置发挥最大效益 台所谓的驻吉达办事处 驻关岛办事处以及驻挪威代表处 分别于7月27号8月31号以及9月30号暂停运作 据了解由于预算有限 此次裁撤的三处早在去年就被列为将裁撤名单 对此有台湾网友讽刺到 应该是被赶回来了成分居多 出息有事应该找大陆方面的驻外使馆比较快 所以所谓前瞻计划的钱要改去哪了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民进党籍台南市长赖清德近日再度传出 将接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一职 不过他本人以及蔡英文办公室均予以否认 现在又有消息传出台行政团队若改组 高雄市长陈菊将接下行政机构负责人的位置 另一方面2018台湾县市长选举即将到来 绿营内部派系斗争也是相当的激烈 台南市长赖清德和高雄市长陈菊明年底就将卸任 两位绿营政治明星的后续发展选项有限 有分析人士称眼前合适的职位就只有双北市长 及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在几次三番传出赖清德将组建台行政团队之后 陈菊也被点名是组建行政团队的人选 至于所谓内阁改组的议策我们已经多次的说过 目前团队并没有这样的计划 那对于这种没有消息来源的错误的假讯息 那也没有回应的必要 我们也呼吁相关的媒体遇到类似这样的错误讯息 可以有分辨的能力来澄清这样的识听 而对于外传赖清德将取代现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林全 来挽救低迷民调并组成所谓战斗内阁备战2018 民进党籍名代黄伟哲表示 行政机构负责人就像是刹车皮耗损品 很容易就被取代 他认为以林全跟蔡英文建立起的长期互信 短期内不会换 除了不时传出行政团队改组的传闻 为争取下届县市长选举提名 近来民进党各派系杀红眼 有民进党内重要幕僚表示 县市长选举是党内派系势力重新盘整的机会 任期届满的县市 谁是接任者 自然就成为各派系争夺的目标 有民进党内人士说 2014年选举 新潮流系拿下6个县市 远比其他派系多 如今台南和高雄的任期都将届满 其他派系当然要来抢地盘 因此新潮流势必得想办法保持实力 同时也要面对其他派系的卡位 据台湾媒体报道 北北极安定力量联盟号召的 罢免所谓时代力量党籍民代 黄国昌行动 已经迈入联署的第二阶段 由于距离规定的26,119份联署书 还差千余票 联盟主席孙继正27号表示 8月5号会办一场造势活动 希望能再争取到几千个联署 只要冲到3万5千份联署 那第二阶段就稳过了 国民党智库台湾政策研究基金会 27号召开记者会 孙继正以网络言论遭打压的 受害者身份出席发言 孙继正谈到罢免黄国昌行动 目前进度表示 第二阶段的截止日期在8月21号 当天早上 他们会缴交第二阶段联署书 目前联署书已经达到 两万五千份以上 但是为了防对方阵营 提供假票的状况 他们希望联署能够冲到 三万五千份以上 那第二阶段就稳过关了 孙继正也说 这半年来 他不停地收到恐吓信 除了要他进棺材之外 还说放炸弹等等 甚至将他抹黑抹红 说他用大陆资金等等 都是年轻人大学生在针对他 事发后 家长都帮忙出来求情 但是这涉及公诉罪已是违法 孙继正认为 罢免是受到保障的权利 用诽谤恐吓的手法都是违法的 而罢免黄国昌是宁静革命运动 他希望大家能够相互尊重 也希望能创造台湾历史的第一个罢免案 反年金改革召集人李来西 透过台行政机构内部人员 拿到军工教的动心 也就是部长工资的签诚 他怒批说 7月19号行政机构开完会 隔天人事行政总处就发了签诚 过程绕经过副秘书长 秘书长以及台行政机构负责人签字 结果不到24小时就审核完毕 太有效率了 他痛批 这根本就是拿军工教当借口开刀 建议不调心 然后就批可 没有幕僚的意见 就是我们所有的幕僚 好像都跑去哪里了 首领拿着两页牵程 李来西炮口对准台行政机构 怒批军工教动心 一气呵成 太有效率 人事总处已经先射箭再画法 他已经决定不调心 然后再过场式的召开一次会议 因为害怕有人不满 连着七年动心 台行政机构草率了事 干脆直接快速签成 从台行政机构的人事行政总处 一路上签至副秘书长宋于霞 秘书长陈美玲 以及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林全 不到24小时就定案 台湾62万在职军工教人员再次动心 台行政机构也强调 签成属于内部机密文件不可外泄 那么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 恐怕又要掀起新风波 台当局退动年金改革掀起教师的延退潮 因为服务年资直接影响退休金 所以不少已经提出申请退休的中小学老师 纷纷退回申请 如今台当局强制规定到58岁才能退休 而且退休金也大幅减少 所以很多人不敢退 认真教课 这位李老师已经教书21年 如今碰上年金改革 年金改革之后呢 政府背信于我们 所有的条件都改变了 然后退休金锐减 然后也要我们延退 58岁不会退 会撑到60几岁 甚至到65岁 李老师是新智老师 预计54岁退休 原本月退奉47,080元 年改后强迫58岁才能退 而月退奉大砍剩下3万多块 生涯规划全被打乱 服务年资直接影响退休所得替代率 像他一样已经提出申请退休的中小学老师 纷纷抽单 原本彰化市登记退休高达322人 今年抽退106人 新北市832人 抽退高达174人 而新竹县抽退也有108人 台北市也高达150人 对未来他们觉得有一个不确定性 所以他们就暂时先抽单 这一波年金改革将老师原本生涯规划全打乱 抽单率暴增 形成大批教师延退 老老师续留教学职场 新的老师却进不来 教总预估四年后恐怕有教学断层 影响的是学生的受教权 好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法国政府日前宣布将采取缩短签证发放时间 以及机场入关等待时间等措施 以促进法国的旅游业发展 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说 法国将在10个新增重要客源国 推行48小时出签政策 并将缩短机场入关等待时间 据了解 法国目前已经在中国 新加坡南非等8个国家 推行48小时出签政策 其中对中国团体游客实行24小时出签政策 法国计划在2018年6月前 将48小时出签政策 推行到俄罗斯 泰国 印度等10个新增国家 法国政府同时承诺 从2018年1月1号起 缩短机场入关时间 欧盟成员国公民入关等待时间 不超过30分钟 成员国以外公民等待时间 不超过45分钟 此外还将采取减少机场退税时长 提升旅游从业人员专业能力等措施 法国政府重申 旅游业发展目标为2020年 接待外国游客1亿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500亿欧元 好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伊路撒冷伊斯兰教领袖 穆罕默德侯赛英27号宣布 穆斯林针对圣殿山内新增安检措施的抵制活动 已经结束 可以前往祷告 侯赛英说 在以色列拆除所有于本月14号后新增的安检设备后 穆斯林可以回到阿克萨清真寺进行祷告 以色列警方发言人卢巴萨姆里当天确认 以色列警方已经拆除所有14号之后增加的安检设施 突尼斯政府27号证实 英国决定从即日起取消对突尼斯旅游警告 但是仍不建议其公民前往突尼斯边境和南部沙漠等地区 2015年 突尼斯连遭三次大规模恐怖袭击 造成70多人丧生 遇害者以外国游客和安全人员为主 其中30名英国游客在突尼斯海滨城市苏塞一家度假酒店遭袭中遇难 英国等多个欧洲国家随后把突尼斯列入黑名单 不建议本国公民前往 这对突尼斯旅游业构成打击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27号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依法办事 将枪杀两名约旦公民的以色列驻约旦使馆人员绳之以法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以色列在枪击事件发生后的应对行为 煽动了极端主义 破坏了地区稳定 将对约旦和以色列关系构成实质性影响 据报道 位于安曼的以色列驻约旦使馆附近23号晚间发生枪击事件 一名约旦人与一名以色列使馆职员 因加剧未暗期运送而发生口角 这名约旦人持螺丝刀捅伤以色列人 后者开枪将其打死 身处现场的约旦房东也受枪伤 后不治身亡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在微信平台开设了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联案资讯 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微信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带您继续看新闻 首届海峡立案食品交易会 27号在福建省的晋江市举办 来自海峡立案以及欧洲等地 共400余家企业参展 多家晋江本土食品企业 在展会中引人关注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绿色食品成了目前食品企业的追求方向 口味不再是评判好坏的唯一标准 健康显得更为重要 海苔因其无污染 高蛋白 高维生素 高矿物质含量等特点 被认为是健康食品 而晋江利绿食品有限公司 正是以打造高端海苔第一品牌 为目标的晋江本土食品企业 更音乐的产品 更高端的产品面对市场 给消费者带来物与首席的产品 今年利绿食品协 吴掌柜 农亨系列 欢乐喜喜三大系列产品 亮相晋江食品展 品类涉及到海苔卷 延烧海苔 夹心海苔等 17款战略新品 其中椰丝海苔卷 以其浓浓的椰香 爽脆的口感 给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 多年来我们的目标就是朝着这个健康历史的实践发展 把我们这个产业竞更作息 做好我们自己的这个产业链 除了海苔 乳酸菌同样是众多食品企业争夺的一块大蛋糕 在本届展会中 其中一个展位吸引到了众多消费者的目光 一个个可爱的酸奶瓶挂在展柜上 摇摇晃晃 认真一看原来挂着的是一袋袋糖果 这是近江本土企业 好彩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推出的可以吃的乳酸菌 小样小乳酸凝胶果 乳酸味草莓味蓝莓味芒果味 四种不同的口味 带给消费者四种不同的享受 小样小乳酸 它是首先它是有六种菌种去发酵的 那么同时我们的奶源也是完全是百分之百是进口奶源 所以说的话在我们的一个成分本身来讲的话 就会确保说它产品足够的一个营养价值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 我们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种酸甜度 那么带给到消费者的话 是有一种非常独一无二的 甚至于来讲在整个这种专业当中的话 是非常独特的一种口感上享受 绿色健康的美味理念 让尽将本土食品企业的产品备受消费者的青睐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在微信平台开设了公众号 谁也了解更多更丰富的联案资讯 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微信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 休息一下 待会儿见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我是紫条 带您继续看新闻 今天是第七个世界肝炎日 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消除肝炎 为响应这个号召 近日 敏月两省的肝病专家 集聚全州惠安归珍堂的养雄基地 共同探讨中西医结核治疗肝病的新途径 在敏月两省中西医结核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等的共同推动下 来自两省肝胆科中医内科的30多位权威专家 展开了有关中药在治疗肝胆疾病方面的研讨 在会上两省的专家特别对传统中医动物药熊胆粉 在治疗肝胆疾病方面的疗效和临床应用方面的数据进行了分享 约会专家一致认为 已经有一千多年应用历史的熊胆粉 在治疗肝胆疾病方面独特功效是不可磨灭和否定的 它的主要功效就是清热解毒 清肝明目 细分止净 还可以止尖 所以它的功效是非常的大 也非常的多 约会专家同时认为 相比较西药中药的治疗 特别是熊胆粉在临床上应用的反应来看 副作用明显低于西药 而对于肝病的防治 关键还在于疫苗的接种 那么我们现在乙肝的早繁早知 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预防注射乙肝疫苗 这个已经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李教授告诉我们 即使是携带乙肝病毒的孕妇 经过规范的治疗后 也是可以阻断母婴的传播 让婴儿不会感染上乙肝病毒的 通过研讨来自广东的肝胆专家 更加坚定了熊胆粉 在治疗肝胆病方面的疗效 并寄希望敏月两省 在熊胆粉治疗肝胆方面 更广泛的合作 我相信随着这种熊胆粉 它的临床证据越来越多的话 那么在广东市场 应该是有很大的应用权力 好 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台海资讯带节目重装出发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 海峡舞报 以及每天晚前22点播出的 海峡新干线 更多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海峡新干线的 官方微博 以及东南卫视的官方微信 我是紫桥 明天见